赶紧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我新買的玩具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我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新買的這個玩具 這個是一個煙霧機 而且是手持煙霧機 在之前沒有買這個的時候我都是用這種煙霧罐 這樣一罐其實還蠻貴的 就是五、六百塊吧 那一罐你噴起來就是像室內有煙霧 然後有一層薄薄的薄霧的感覺 看起來很夢幻很日系的感覺 那這就是我們煙霧罐這種薄霧罐 它叫做Haze Haze就是比較薄的那種 朦朧像白內障的感覺的話 之前是用這種 那現在我買的新東西 那我就是希望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然後來更好的去控制我們的煙霧 不管是煙霧還是薄霧都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看看 到底可以做出什麼彎 不知道到底 不知道到底 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因為這是我在募資平台買的 然後進口 然後國家 到目前為...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是還不錯 看它的介紹 到目前為止它的介紹看起來是還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 那我覺得很雞雞 那這個是我在募資平台上買的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在那裡 要給我進口稅還有關稅 那我整個問號 我覺得很... 那我這個東西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產品 那這個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因為它一直瘋口打廣告 然後我看... 這個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我是在募資平... 那這個煙霧機呢 超級便宜 那我是在募資平台上買的 因為便宜到我不買都不知道 那這個... 那這個煙霧機呢 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那... 真的很神奇 台灣在那裡給我關稅 然後還有進口稅 我是... 本業稅 這個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那我覺得台灣真的很神奇 其他的關稅包含了... 正常的那個... 進口稅 結果還有營業稅 我是要拿這個拿來營業是不是 我不知道台灣到底是在幹什麼 結果課了那麼多稅 10%的稅 你根本是搶劫吧 這個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那... 這個我是在募資平台上面買的 那真的是超級便宜 但是我... 進來台灣之後 台灣給我課了超多關稅 10%的關稅 根本搶劫吧 又課了那個什麼... 進口稅 結果還課了營業稅 我是要拿這個來賣是不是 營業稅也是拿招 反正我被課了10%的稅 感覺是不太OK啦 OK 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有一個硬盒的收納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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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裡面屁件看起來是蠻多的 有一個硬盒的裝置 就是蠻多的裝置 奇怪的神奇配件都在裡面 就是可以製造像是煙霧博物或者是冒煙 或者是真的是失火狀態 或是像乾冰的樣子 反正都可以做出來 這邊還有一條 USB Type-C 充電線 有一個遙控器可以來處方我們的煙霧機 那這是我們的煙霧機本體啦 那這就是我們的煙霧機本體了 那這就是我們的煙霧機本體啦 那這就是我們的煙霧機本體啦 就是因為煙霧機本體 然後那就是 created 煙霧機本體 然後最後盒子裡面就是 最後盒子裡面就是六小罐的醃油在裡面 最後盒子裡面就有這樣六小罐的小醃油在裡面 就可以補充 那我不確定我還要再研究一下到底醃油有什麼差別 那到底如果之後用完這六罐的話 到底該買什麼醃油 那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反正目前盒子裡面有六罐醃油 那我們就這樣開箱完成啦 這個裡面怎麼已經有一點醃油 可能是他們在出廠測試的時候裡面的醃油還沒有把它用完 反正裡面還保留一點醃油在裡面 我記得這裡的醃油 那 212 在梵子裡面 就要不用再研究一下 就要不用開箱了 就要這個醃油 我記得買酒 那個醃油 我記得買酒 然後我也會去醃油 然後再把醃油 我覺得你會去醃油 我也會去醃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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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